近日,一段网友爆料,自如租房合同上规定超过40岁无法租住的信息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对此,自如官方回应称,他们的有家房源对超过40周岁的租客无法签约入住,原因是考虑到年龄差异较大,生活习惯可能产生矛盾。 然而,这一说法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。 一些网友认为,这种规定过于歧视年长租客,并且缺乏法律依据。 他们担心类似的限制可能扩大到其他租房平台,对整个租房市场造成不利影响。 在他们看来,合法的租房限制应该基于公正和客观的考虑,而不是基于歧视和偏见。 租房市场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,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服务。 年龄不应成为歧视租客的因素,而应该以个人的信用和合法权益为基准来评估租房资格。 公正对待年长租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尊重个体权益的重要方面。 对于租房平台而言,他们应该审视自身的规定和政策,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,并尽可能减少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规定。 同时,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密切关注租房市场的发展,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政策,以确保租房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